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总觉得我亲身要经历过那样的感受会觉得最真实 所以我的曲姐基本上也是站在一个演奏者的角度来诠释 由我自己亲身的领悟以及体验 我把谱定回家了以后呢 我就一边读谱就开始一边阅读资料 唯一一件我不会做的事情就是 我不会一开始在我还不认识一个曲子之前来听这首作品的录音 因为我喜欢我自己先诠释 等到我知道怎么样了以后 我再听别人的录音来比较 后来我就对这本网路书呢 它有一些说法 有一点质疑 我就开始找找找 想要找答案 后来我就找到了Duplé的一本 它的回忆录 我就把回忆录买回来 一直翻 一直读 后来终于找到一句话可以把我的疑问解答了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有时我写得很烦闷的时候 我就到教堂去看看石架苦路的话 我家所属的那个教堂中 刚好就有这十四幅描述 石架苦路的油画 获得到附近的葡萄园去散步 听听乌鸦的叫声来增加我的灵感 2020年就即将进入尾声 在此也敬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如意 最后我想以一段我自己弹的音乐 也就是从石架苦路的爱恋主题 第八战的爱恋主题 来纪念今年不怎么平静的一年 希望大家明年会更好 祝你呆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